歡迎大家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我是鄭美琪 這一節先和大家跟進行指方面表現 行指現在又再跌了7點 最新報在23,045點 暫時都穩走23,000點 第二成家方面明顯增加了 現時在差不多11點去到354億 國企指數升16點 升幅不超過1% 報10622點 期指都跌76點 報23,037點 低水13點 成交欄方面有45,000多張 內地股市方面三大指數 各別發展 墨升得最多的 反而不是深圳城市 現在深圳城市跌28點 報11,856點 上證方面繼續做好 升幅超過1.5% 報3511點 互心300指數升幅2% 報3697點 這節和大家跟進行隔壁股份 繼續跟進股價有異動的股份 跟進下隻759CEC國際 今天來講曾經升超過1.6% 阿信奧推翻電子支付優惠 現時股價升超過8% 報1.67 拆解相關消息對於CEC方面的影響 當然要請來我們的分析員 有研究部的經理Jason陳偉聰 Jason早安 Aman 你好 我和你談談這隻消費股 現時CEC方面 就升幅收窄了 去到8% 電子支付平台 客戶下一個app 去到那個店舖 增值100元的話 就會立即送多100元 聽起來就很吸引 但也有些客人去投訴 反而這個消息 帶動到股價方面的增長 先問你這隻股價 即是這個公司 有一個電子支付平台 覺得那個幫助大不大 其實你說這些電子支付 或者所謂O2O方面的平台 其實在內地有很多的公司 特別有很多零售店 其實都在用 所以可能你說對於香港 本地的消費者來說 就比較新鮮 因為始終你說 講O2O這個業務 在香港又不是特別普及的 但如果你說對比起內地方面 這個電子錢包作為支付系統的一個模式 就不是什麼很新鮮的工具來的 當然你說用得今次這個電子錢包 都希望可以吸納到更多元化的客戶 以及都希望推了這個優惠之後 可以令到它整體那個客流量 或者消貨量可以進一步提升 但是當你的量是賣多了 但是由於你要不斷回憎 不斷有些這麼大的折扣優惠 會不會變相都令到 那個產品的毛利率方面 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削弱呢 因為始終如果你說增值100元 可以額外再拿多100元的話 其實變相是打了半價的 對於它本身的毛利率來說 我覺得或多或少都有些壓力 還有你說它要出道這一招 都反映了可能公司現在面臨的 那個競爭都是相當大 如果你說它不用這些的回憎 不用這些折扣來吸客 隨時可能那個客流量就更加會流失 也可能反映了 在那個產品上面 就是沒有之前來說那麼受歡迎的 都記得你說在3、4年前 即759初初是打響了名堂 不斷入口了一些 日本、韓國那些零食的時候 當時那些人是排隊去買的 每次進一間的759、10信屋裡面 基本上都是見到人頭湧湧 很多的貨品都是沽稱 但今時就不同往日的 見到它在那個零食產品 進口的來源方面 都可能是沒有之前那麼多元化 還有可能本地的消費者 都開始是叫做食驗了那些零食 變相對於它的生意額 最近這一年來說 都是有個明顯的減弱 所以你說它這次要出一些新的噱頭 要搞一些新的意思 美其名就希望吸回多些客人 但實際上都可能反映了 去整體零售業務的增長 開始是有一個見頂的味道 其實CCC就是阿隼屋來說 其實在近年都不停去開店 都是開的種類都是多元化的 不單止只買日本方面的零食 還買了一些護膚品、美容物產品 甚至乎開一些麵店等等 但最近來說 他自己都說生意越來越難做 過去這兩至三個月 經已是關了四至五間分店 雖然接下來都有計劃繼續開店 但始終再審慎了 Jason是否顯示到 香港相關這些消費行業 已經是有一定的飽和 是 說之前你說阿信屋它開店 一開始的時候 都是選一些比較旺的區域來開 可能它當中都希望打完自由行的生意 但最近這年多兩年 內地自由行下來香港的消費能力 都是弱了 人流亦都是少了 變相在旺區方面開的店 都可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效益 特別是說這一類的店 面對租金之前都加了很多上去 所以你說去法國 某些店是做不住的 或者那個成本是太高的 都可能迫著在這裡關閉 至於你說它在最近一兩年 都開始走一個方向 就是在一些相對不是那麼旺的區域 甚至乎在一些屋邨的商場 來開店 去轉打那個客戶群 就希望打回本土的消費者 當然你說本土消費者是會受落的 但都是那句 如果你說有那麼多店在香港 會不會都有一個潛在自己打自己的競爭呢 所以我都覺得如果你說去現階段 都感覺到是難做的 甚至乎都要推一些這麼大的優惑 來給客戶 某程度上都反映回 它在那個增長的幅度上面 都是沒有之前那麼大的 你說現在就不做 除了做零食之外 也都是做多很多其他不同種類的業務 但是對於消費者來說 始終它之前最hit的 都是買一些比較罕有的零食 除了你說在759、信屋之外 其他地方買不到的那類的產品 但如果你說現在變相 又去做一些比較中低檔的 護膚品、化妝品那類的店舖 其實面對的競爭一樣是相當大 這幾年都有很多的 韓國方面那類的專門店 或者那類的零售店 來了香港是開店的 他們打的客戶群都相對是一些 可能是學生或者不算太高檔的那類的女士 變相你說如果現在是759 都是走回相同的路線 那會不會說真的可以有個特為的地方呢 那我就這樣看回來說 就未見得到有個太樂觀的情況 更何況如果你說再開一些麵袍 或者麵包袍 那當中的那個競爭優勢 也都是不算特別大的 變相你說給了那麼多的租 用了那麼多的裝修費用 來開一些新店 但原來發覺最後那個是吸客量 不是想像中那麼大 某程度上都可能會令到它的利潤方面 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打擊 對呀香港零售消費方面的情況 似乎阿信屋面對這個情況 都有它自己的轉型 轉去一些面對本地方面的消費群 但是傳統來說 依靠著旅客方面的一些店舖的情況 就更甚了 說好像沙沙國債178 其實說說股價方面 由年初至今跌了五成有多了 2014年代表現是五個多 現在是2.58 都絕對反映到 整個本地零售消費方面的蕭條情況 Jason 有一項報告說到 就是瑞信方面 指這個數字可能來今跌幅會逐步擴大 你自己要怎樣預視本港的消費情況 絕對是可以見到 未來這一兩年 我相信本港的旅遊業 或者零售業都進一步會走向一個寒冬 最簡單的就是內地方面 現在看到那些旅客 即使要外遊都好 他們首選的目的地都未必是香港 來到香港的 他們在買東西方面的金額 或者消費的能力 也都是大不如前 除非你說港元或者美金方面 是轉弱了 或者人民幣有明顯的升值 否則的話 我覺得香港的吸引力 就很難再同三四年之前去到比美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在香港之前開的那些店舖 是面向自由行旅客的 現階段 我都相信他們都會面臨一個多大的壓力 所以你說好像沙沙為例 之前他都說 某些在街鋪 例如尖沙咀 或者銅鑼灣 開到相當多的那些店舖 接下來都可能會逐步有些調整 那好像你說銅鑼灣 現在本身 有一間都相當大的沙沙的分店 都是剛剛不救之前 就是關閉了 那我相信這個情況 接下來都是陸續有來的 變相如果你說 他吸客的流量又不是那麼大 那他又要不斷剪掉那些店舖 那我都相信 對於他的收入來說 都仍然會有壓力在這裏 是的 沙沙十月尾的時候 更加發了一個就是刑警 預料中期順利方面 將會大跌超過五成 補充信信方面的報告 就是張沙沙 給一個順於大事的評級 目的就看到過百 現價股價在做2.58 這段時間差不多 謝謝你 和你做回申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 有哪一種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節目